19点22分了朋友们 这有一个老哥啊 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啊 他说的非常好 他说乌克兰梅利托波尔市 这个市啊叫梅利托波尔市的市长 已经用 已经被乌克兰啊 这个市长被乌克兰的政府 中央政府啊 用九名俄罗斯战俘成功交换 这个论道理啊 如此重要的公众人物和九名普通士兵之间的政治价值差距极大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搞这种亏本的交易呢 答案是这九名士兵的身份不一般 他们是普京在开战后承诺的 绝不会送上前线的义务兵 义务兵也就是一年两年的哈 那种小小兵犊子啊 而且还是2002至2003年出生的 换句话说都还是孩子呢 是吧 02年20 03年19 是吧 18920来岁啊 普京在开战之后就公开表示 绝不会派遣义务兵 义务兵的服役期最多是一年上战场啊 去乌克兰的只会是合同兵也就是职业军人 合同兵职业军人那不就是中国说的士官吗 原来叫志愿兵现在叫士官对吧 那么而且这样做也是违宪的啊 违反了俄罗斯的宪法啊 但很明显大规模的反复受挫的对外军事行动 已经让俄罗斯不得不将手头的部队 西数 悉尼的西数量的数 就是全部啊 填进乌克兰这个深坑 这个无底洞啊 然而强制征召的义务兵 无论是在战书素养上 还是战斗意志上 都远达不到参加战争的水平 毕竟人家本来就是被迫来的 一年的训练可能也就是摸摸枪啊 摸了摸枪 而有关义务兵的阵亡和被俘的消息 每次都会在俄罗斯国内掀起滔天巨浪 大家都很反对这事啊 而且跟你普京你承诺的完全都是虚假承诺啊 因为这本就是送年轻人去战场送命 不难理解义务兵家属们的群情激愤 家属几乎包含了大半个俄罗斯的国民群体 虽然俄军在18年称要加大合同兵的比例啊 要加大这个就是职业军人吧 中国叫士官的比例 但苦于经济方面的困难 说白了没钱穷 是吧 一直提不上去 现在几个交战区都囤积了大量的部队 以至于没法上前线打仗 很多都是小孩 对吧 你看那些俘虏他打不了 而且已经死了伤了不少人了 以至于占领区只能让警察单位来警戒 对 前两天我们看到了 有的在这个后方 就是他们新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执行这个治安任务的 维持秩序的 执勤的 很多就是警察 把警察的动员来了 俄国本来也没多少人呀 对不对 俄国男的还少 对不对 都知道俄国男的少女的多 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 俄罗斯将不得不考虑战争动员 战争动员就是紧急状态 这一加速政治与经济死亡的红色按钮 有可能吧 说到这个俘虏 我想起了当年斯大林的大儿子 叫亚克布 是个工兵上位 好像在斯莫朗斯克战役被俘了 后来在集中营里边 在战俘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说他是不听从命令 后来这个往那铁丝网上扑 然后被德国哨兵给枪杀了 之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吧 42年底43年初吧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候 德军的元帅保罗斯被俘 据说希特勒想拿斯大林这个大儿子 这个亚克布这个工兵上位 去换 去换这个这个保罗斯 好像斯大林说啊 据听说啊 斯大林说 我不会拿一个上位去换一个元帅 但是最后的大儿子就死了 这个听说是听说是这个当时战俘营里还关押了一些英国人 然后好像英国人欺负斯大林的儿子吧 好像跟他关系处得不好 抱歉咳嗽了 斯大林的小儿子叫瓦西里 是好像是二战后莫斯科军区防空军的司令 反正也是个将军 后来酗酒 然后喝大酒 岁数不大就死了 斯大林有一个女儿 叫阿里鲁耶娃 叫斯维特兰娜阿里鲁耶娃 好像两次婚姻 第二次婚姻嫁给了一个有美国护照的印度人吧 后来叛逃到美国去了 当然叛逃这个词也可以换成投奔自由了 是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反正斯大林的家族也是 好像他的老婆也死于非命 他对自己的家属也是挺暴虐的 他就比较宠爱他的这个女儿吧 好像是这样啊 好吧 朋友们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